好 我们接着来看评价管理层使用的假设的第三部分 供允价值会计估计可能依据可观察到的和不可观察到输入数据 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我们供允价值 然后涉及到这个概念 什么叫可观察到 什么叫不可观察到的输入数据呢 下面给大家补充一点知识 我们来看供允价值 什么是供允价值呢 它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当中 出手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向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好 这强调是市场参与者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会用到什么呢 会用到相应的估值技术 也就是我们资产评估的方法 企业在供允价值计量当中使用的估值技术 一新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而且强调这种技术不得随意变更 那么企业变更估值技术及其应用方法的应当按照 会计估计变更进行处理 注意 如果你变了 这就是我们的会计估计变更 那么并根据供允价值计量准则的披露要求 对估值技术及其应用方法的变更 要做披露 如果你变更的话 一定要做披露 那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的估值技术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市场法 第二种叫收益法 第三种叫成本法 什么叫做市场法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所谓的市场法就是按照我们市场上能够找到的 可比性的信息和数据来做一个什么呢 来做一个估值 好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法 当然它的前提是我在市场上能找到这种参考的数据 能有这样对应的依据 好 这是我们的市场法 那么接着呢 是收益法 收益法是什么呢 是通过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 然后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收益法强调的是我们被评估对象的预期的盈利能力 常用企业价值整体的评估 那么这里面用到什么知识 我们财管的知识 对吧 我预期看它能够带来多少收益 这就是我们的收益法 那么企业当中它常用的收益法包括什么呢 现金流量折现法 期权定价模型等估值的方法 好 这是我们财管当中用到的 那接着第三种方法呢 是成本法 成本法是什么意思呢 是在现实条件下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状态的带评估资产 并达到我们使用状态所需要的全部的成本 然后减去已经发生的各类价值贬值 从而确定带评估资产那种方法 那这个成本法就是我全部重新建一个要花多少钱 好 如果评估是以重资产为主的企业 那评估过敏价值的时候可以考虑我们的成本法 但是成本法不适用于评估技术 品牌价值等轻资产 和轻资产为主的企业 你看到吗 这都是啥 这都是它有相应的适用的前提 有些情况适用于成本法 有些情况是不适用的 好 这是我们的估值的技术 也就是三种评估的方法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概念 输入值 我们刚才就在我们的教材当中看到的概念 对吗 什么是输入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以供应价值计量相关的资产或者负债 应当考虑市场参与者 再对相关的资产或负债进行定价值所使用的假设 包括有关分鞋的假设 那么市场参与者再给我们相关资产或者负债定价值 所使用的假设就是我们的输入值 好 那定价的时候用的假设就是我们的数值 这个数值包括什么呢 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 那么什么叫可观察的呢 就是说这个数值能够从市场当中取得 我们市场当中能有这样的数据 好 有相应的依据 而不可观察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无法从我们的市场当中取得的数值 那注意看我们整个过程它是怎么来处理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输入值有可观察的 有不可观察的 然后输入之后运用相应的估值技术 也就是我们的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 那么最后得出的就是我们的供应价值 这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的数据 那这就类似于我们的方法模型假设 这最后得到的就是结果 供应价值就是这样出来的 它有两个要素来决定 第一个就是数值 第二个就是估值的技术 那我们的估值技术呢 这三种方法都有它对应的一些应用的条件 而我们的数值呢 关键要看它是可观察的还是不可观察的 也就是这个值是在市场当中能取得的 还是无法取得的 那相对来说可以取得的 这样呢它是公开透明的数据对吧 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分险更小一些 如果采用是这样的取得的输入值的话 它由于这个数据不少从来的 它的可信度它的可靠性都要大大折扣 好这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关于供应价值输入值相关的一些知识 下面呢我们来看我们这一段 供应价值会计估值可能依据可观察到的 和不可观察的输入的数据 你看有可能是可观察到的 也就是我在市面上能够取到的数据 有可能是不可观察到的 举个例子 就像是我们这种期货的价格 像什么小麦啦玉米啦 这种在市场上就能取到的数值 对吧 但如果有一些这种原材料 在市面上很难找到试价的话 那就是属于什么 不可观察的数值 好我们接着来看 如何提供支持 当供应价值会计估计 依据不可能观察到的输入数据时 做错会计是可能考虑的事项 包括什么呢 包括管理层是如何为下列方面提供合理支持的 识别和会计估计的市场参与方的特征 还有修改自由假设 以反映市场参与方可能使用的假设 还有呢 是否包括在具体情形下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管理层的假设是如何考虑可比较交易资产或者负债的 他的意思是 假如说他做供应价值会计估计的时候 拿到的这种数据是不可观察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市面上都能找到了这种数据 不是市价的话 而是自己提供的数据 那么一定要评估管理层对其他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你看识别会计估计的市场参与方的特征 你要考虑市场参与方他们是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呢 你要考虑相关的假设 你要考虑什么情况下能获得最佳的信息 还有有没有一些可比的交易资产或者负债 好 这是我们如何提供支持的问题 那接着评价应对的措施 当存在不可观察到输入数据时 注册会计师需要在评价假设时 结合审计准则提出的其他应对措施 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有必要实施其他的审计程序 如检查适当层级管理层和治理层批准 和符合的会计估计的文件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公民价值的估计 它的数据的确是在市面上无法取得什么 无法取得试价的 那么这时候就要注意 第一个我们要看它提供了哪些支持 你凭什么用这个数据 你用这个数据 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考虑 你是怎么评估的 你和我们市面上通用的这些数据 它们之间 你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了吗 对吧 这是对于我们如何提供支持这块 我们要评价管理层 第二块是 要评价相应的应对措施 我们要采取其他的措施 如我们检查一下 有没有相关的内控 好 这是我们关于公民价值会计估计 依据可观察到的和不可观察到 输入数据相关的一些考虑 重点就是不可观察到的数据 它的分险比较大 那么对它的考虑就要更多一些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 测试会计估计设计的事项 在进行测试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 采用的计量方法 在具体情况下是否适当 以及根据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确定的计量目标 管理层使用的假设是否合理 这里又再次强调 你的计量方法适当否 你的假设合理否 测试管理层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还可能涉及下来的方面 你看除了我们对我们的计量方法 使用的假设做相应的评价以外 我们还可能做以下几方面 第一测试会计估计依据的数据的 准确性完整性和相关性 以及管理层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假设恰当的做出会计估计 好我们再看看数据 第二考虑外部数据或信息的来源 相关性和靠性包括总管理层聘请的 用于协助其做出会计估计 外部专家获取的数据信息 第三重新计算会计估计 并符合有关会计估计信息的内在一致性 第四考虑管理层的符合和我们的批准的流程 这其实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在前面总体说明的时候 把这一块已经总结进去了 对吧 第一个我测试数据的准确性 完整性相关性 第二我考虑我数据的来源 那它是否相关是否可靠 第三我自己把它重新计算一下 我考虑一下它内在的一致性 第四我看看你相关的内扣 好同学们 我们第二个程序呢 全部讲完了 第二个程序是关于测试管理层 融合组组会计估计的问题 这个程序呢整体比较难 尤其涉及到什么供应价值的一些计量 考虑了对吧 所以让同学们呢 可能听的时候隐秘无理的 这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现在要从考试的角度 来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应该掌握什么 注意我们要掌握这个总题 说明两个应当 还有其他可以 什么是两个应当呢 第一评价计量方法是否恰当 第二评价假设是否合理 在考试的时候 你看题目当中出现了什么 如果出现的是假设 你一定要看它的假设是否合理 这块一定要做评价 如果我们的明星A注册会计师 没有评价假设是否合理的话 注意不恰当 因为这是必须评价的 如果这道题出现的是计量方法的话 你就要看A注册会计师 有没有评价计量方法是否恰当 好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那接着可能涉及到什么呢 测试数据 重新计算 快计估计 考虑管理才能复合和批准的流程 好 这是我们的总体说明 必须要掌握 看总体说明 一定要记 具体的说明都阅读 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 你多读一下就行了 那接着呢 这个表格呢 是对我们刚才两张图的 一个详细的说明 重点要把这张表格的内容掌握了 好 同学们 下面呢 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通过案例呢 对我们刚才讲解的内容 做一个消化和吸收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关键假设及数据 假公司呢 截至2018年末 上市公司的商与共计 128.19亿元 占我们总资产的36% 这个占比可不低啊 它的商与占到了 总资产的36%啊 占净资产的150%天呢 这占比相当高 而且未继续任何的减准备 那商与前两年是纷纷爆雷啊 那我们接着看 该公司对商与采用的 收益法的评估价值 和市场法的评估价值 加权平均 作为企业的整体价值 然后减去有息负债后 作用企业的净资产的 公寓价值 好 这就涉及到 我们净资产的公寓价值了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 补充过知识对吧 什么是收益法 什么是市场法 所谓的市场法就是市价 把这个卖到我们市场上去 能卖多少钱 这就是市场法 第二个收益法 就是能够带来多少收益 多少流入 这种就是收益法 那么它采用了 这两种方法的 一个加权平均 那接着 它如果要评估 我们企业的整体的价值 就会设置到一些 关键性的参数 那么这些关键性的参数 你就会把它理解成关键假设 我们来看 它的关键参数是什么呢 第一 18年到2026年 好 年收入增长率是 3.7到8.1 这是它第一个 关键性的参数 第二个 永续增长率 2.75 第三 折线率 9% 注意这三个 关键性的参数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关键性的假设 因为这个数据 稍微一变 它最后得出的结果 可能会相差很远很远 那我们接着看 其中一项关键参数 便是假公司 18年到2020年的 预期收入增长率 3.7到8.1 那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正增长的 不断的往上在走的 但是 注意看 根据假公司的经营情况 17年和18年的 营业收入 分别为 173.43亿 171.75亿 很明显 说明什么 我们的18年和17年相比 是下滑了 根本没有增长 根本没有增长 对不对 那18年 假公司的营业收入 是负增长 同比下滑了 0.97 百分之 0.97 那既然是下滑的 情况之下 你怎么能够 在定这个参数的时候 你还把它定成 每年增长 3.7到8.1呢 你这个参数 定的合理吗 你这假设合理吗 根本就不合理 对不对 那你看 我们在前面就说 我们必须要什么 要评价 它的假设是不合理 我们必须要看 你的假设是不合理 你看 你的假设和这企业的 实际情况相符吗 根就不相符呀 你这纯粹就在瞎评估 为什么呀 你看 用这个数据的话 它可能得出来的 就是这个商与 根本不用集体减值 如果是负增长的话 那商与就要集体减值了 对吧 商与一旦集体减值 那不就影响了 它整体的一个什么 经历论吗 是不是 所以它为什么会把关键性的参数 定成3.7到8.1呢 你要知道 它的罪温之意到底在哪里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商与减值测试符合程序执行不到位 在咱们会计估计当中 商与的减值是这种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 也就是特别容易出现那种 超级不靠谱的会计估计 为什么 你看我们这个案例 对不对 好 它把收入增长率 这个数据稍微一变 那得出的结果就相差很大 永续增长率也是同样呀 对吧 我们折性率一般不太多 关键就是前面两个指标呀 那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个案例 甲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 暂期母公司合并报表 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了多少呢 50% 哎占比挺高的哈 甲公司18年到20年的主营业务收入 持续下滑 且存在行业监管政策趋炎 新冠疫情反复等重大政策环境变化导致的不利影响 看到吗 它的主营业务收入是不断在下滑的 而且监管环境越来越严 并且还有新冠疫情反复等不利的影响 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营业收入应该是往下走的 这个趋势对吧 接着我们看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 在对其并购假公司形成的商业 精简直测试时 那人预测假公司21年和22年年收入增长分别是36.93和22.58 天哪 这个增长率这么高 你是怎么想的呀 你看 你到这个主营业务收入 18年的20年一直都是下滑的趋势 并且这两年的整体的大环境非常不好 行业的监管政策趋延 疫情反复 环境变化这么多的不利影响 你竟然第二年还能这样涨 而且涨的幅度这么高 36.93和22.58 天哪 这真的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吧 你看 我们刚才这个还比较的 看起来还比较友好 是不是 这个才3.7到8.1 这个直接来个36.93和22.58 真敢过 然后并得出伤与 不需要进一步简直的结论 看到了吗 他为什么定这么高啊 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假设呀 他为什么定这么高 他的罪瘟之意不就在这儿吗 就想得出伤与 不需要简直的结论吗 对吧 如果他要按照真实的情况来 负增长的话 他肯定要简直了呀 你们为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 这都是我们的 这都是我们曾经会处罚的 相应一些资料 然后 为谨慎符合评估的方法 评估测算过程的准确性 为评估数据的取之依据 是否合理 看到吗 这是我们证监会的一个处罚函 这明确说了 你看你没有符合评估的方法 你没有测算过程的准确性 你对过程不关注 然后没有评估数据的取之依据 数据从哪来的 你根本就没管 你也没有管它的合理性 对吧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款机师审计准则1301号审计证据第12条的规定 看到吧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案例 让你明白 为什么我们这个会计估计的手艺再强调 你一定要评估它的假设是否合理 你要评估它的既然方法是否恰当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可能去测试一下数据 可能重新计算 可能考虑管理层能符合批准 其中这两项是考试当中最爱考的 特别是这一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呢 是我栽的我们企业价值评估准则 也就是我们资产评估师的准则相关内容 那么这里面也明确规定了 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 你一定要关注主要的参数和评估假设的一致性 看到了吗 你看我们其实刚才讲的会计估计里面 好多内容都跟我们资产评估相关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再让大家理解一下 资产评估师应当充分分析 被评估企业的资本结构 经营状况 历史业绩发展的前景 看到吗 历史业绩要不要考虑 要呀 你看你去年 前年 18年的20年都是下滑的 持续下滑 而且政策越来越 你竟然能够估出收入增长率36.93 22.58 从哪来的 对不对 那接着要看发展前景 考虑宏观和区域经济的因素 所在行业状况 发展前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看到吗 我们资产评估的准则明确规定 要考虑这么多的因素 然后考虑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对伪扩方或者相关当时方提供的企业 未来收益预测 一定要做必要的分析 判断和调整 好 哪怕是这个36.93 22.58 是我们这个被试一单位 假公司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要怎么样 你要分析啊 你要判断啊 你要调整啊 对不对 他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就跟着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在考虑未来各种可能性和影响的基础上 合理确定评估的假设 形成未来收益的预测 看到吗 这是我们企业评估准则 这不是来自咱们审计准则 是来自我们的资产评估室的评估准则 评估准则也明确这样规定的呀 那么一定要考虑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和影响的基础上 来合理确定评估的假设 你看 在做资产评估的时候 对这个评估的假设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 那接着资产评估是应当关注未来收益预测当中 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率 营运资金 资本性支出等主要的参数和评估的假设的一致性 第一你要合理确定评估假设 第二你要关注他们的一致性的问题 当预测趋势和企业的历史业绩 现实经情况存在重大差异时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在评估报告当中 与披露并对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进行分析 看到吗 如果他预测的趋势和我们历史业绩有很大的差异 你能不能就跟着他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不能吧 你必须要在报告当中披露 而且要对差异原因和合理性一定要做分析 然后本准则条款的内涵是资产评估师采用收益法 进行评估师印象起企业取得未来收益预测的资料 因为这是采用的收益法 之后对我们资料履行现场的调查 分析判断调整的程序 看我们的资产评估准则明确规定了 你要调查要分析要判断要调整 然后最终形成评估的预测结果 那么资产评估师对于形成的预测结果 应当关注主要的指标和评估假设的一致性 又再次强调一定要关注他内在的一致性 而不要前面和后面的自相矛盾 你看你前面的足迷收入都在持续的下滑 然后政策再趋延 结果呢你这块评估的收益增长率还是这样的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你弄成这样子的 它完全是两条曲线一样 对不对 那接着同时预测结果和历史 现实存在重大差异 资产评估师要与分析是否合理 我们再把我当中评论相关内容 看这都是明确规定的 好那由于我们在做这种供应价值估计的时候 那一般都要用什么 都要用到我们资产评估师这个专家的工作 你看资产评估准则都是这样规定的 他们都特别关注我们的关键性的假设 对吧 然后要关注内在的一致性 所以我们在做这种会计估计评估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评估假设是否合理 这是我们考试非常非常爱考的 我通过这么多的案例 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 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三个程序 测试与管理层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相关的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并实施恰当的适应程序 那由于我们这一张重点讲的是 会计估计的特色的程序 而做我们控制的测试 还是我们第八张总点讲的 所以这块呢比较少 内容比较少 我们来看 当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需要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那么这两块还是啥 就是我经常念到的 量性并测试没啥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点 做出做会计师的点估计 或者区间估计 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那么这点考试的时候 也特别爱考 你看我们第三点 英语和第八张特别像 所以这里就没有什么 特别讲的内容 但是我们这个又属于 会计估计的特色程序 凡是会计估计的特色程序 考试的时候都特别爱考 一定要重点关注 下面首先我们来看定义 做出会计师的点估计 或者区间估计 是指什么呢 注意是指 从审计证据当中 得出的用于评价管理层 点估计的金额 或者区间 我前面就说了 我如果有事实的数据 我就能事实 如果实在没有 我就测你的估计 如果测你的估计 我结果满意了 我觉得你的假设 用的也挺合理的 然后内在一致性也不错呀 数据来源也比较可靠 那我就信了 那我就不再往下走了 如果我觉得还是不行的话 我又测一下你的内控 内控测完以后 我心里还是不靠谱 我心里还是在打鼓 我心里觉得 这个东西有问题 但是他究竟错了多少 我不知道 那最后我就得自己上了 就来做估计了 这时候我就自己来做估计 我来看看到底金额是多少 或者在哪个区间 好 那我们接着要看相应的要求 第一 一定要充分了解管理层的假设 或者方法 如果使用了我们有别语 管理层的假设和方法 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了解 管理层的假设和方法 那注意强调条件是什么 假如说我们的假设和方法 和管理层不一样 那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 管理层的假设和方法 以确定注册会计师 在做出点估计或区间估计 以考虑了相关的变量 并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存在的任何重大差异 那这个要注意 因为我们可能条条道路 通罗马 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补充的 公允价值的估计 我们就有三种方法 有市场法 有收益法 有成本法 那如果现在 我们的管理层 它用的是收益法 而我们用的是啥 我们用的是市场法 那你用的方法 和我们管理层的方法不一样 你一定要充分了解 管理层它的假设和方法 为什么呀 因为可能它用的收益法 估计出来的值是1200万 那我们用市场法 估计出来的值是900万 我们中间就会有300万的差异 如果有300万的差异 你直接让管理层去调 你说管理层你这个有错 有问题 它会服你吗 它不会服你的 它一定会说 我们俩的方法不一样呀 是不是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那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 它的假设和方法 然后我们再做出点估计 或者区间估计的时候 我们把相关的变量 全部都考虑到 接着我们再来评价 管理层的点估计 它有没有存在重大的差异 如果你没有考虑清楚 没有想得非常周到的话 那么你去找管理层 要求他要做相应的调制 你认为他有错报的时候 别人对方根本不会心服口服 对吧 他会提出一堆的理由 我和你的方法不一样 我和你的假设不一样 所以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是很正常的 那就像是 我们以前在第四章的时候 给大家想过什么 我们有三种 均止法 差弱法 比率法 你看 用三种方法 最后推断出的组体错报 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 如果我们用的方法和管理层 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要重复了解 这样你去说它的时候 你去跟它探讨的时候 你说它有错报的时候 你理直起庄 好 这就是充分了解 考虑全面 便于评价 这点一定要记住 这点考试的时候 很爱考 很爱考 爱考客观体 也爱考主观体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作用 这种了解 可能向注册会议师提供 与其做出 恰当的点估计 和区间估计相关的信息 并有助于了解和评价 任何有别于管理层 点估计的重大差异 我把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该考虑的都考虑了 那我最后评价你 我就很轻松 对吧 我也会评价的非常到位 一针见血 我直接能说到点子上 如果我都没了解清楚 你刚去跟别人一探讨 别人就把你驳回来了 你再跟别人说别人 别人又把你驳回来了 所以一定要充分了解 那接着我们来看 差异的原因 有差异是很正常的 我们接着来看 差异呢 可能源于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层 使用不同 但同样有效的假设 我们俩的方法同 我们俩的假设不一样 但是呢 会计估计对某些假设 可能高度敏感 有一些关键性的假设 稍微变一下 马上只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这可能显示 会计估计对某些假设 高度敏感 因此我们受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影响 这意味着会计估计可能存在 特别分解 这里注意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用的是 是市场法 然后呢 对方就是管理层用的是 收益法 最后我们的结果相差 非常之大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有些 关键性的假设 是非常敏感的 这个数据 这个假设稍微一变 最后的结果就相差 非常之大 那么这类的会计估计 它就具备了这样的特征 也就是特别不靠谱的 会计估计 因为我们的学术语言 就叫做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 好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类的会计估计 它的波动性特别的大 它对很多这种关键性因素 非常的敏感 你一定要关注它 它很可能存在特别风险 接着第二 差异也可能 由于管理层造成的 事实错误导致的 另外一块差异 有可能我们管理层 在做会计估计的时候 一些数据计算错了 有可能 所以这差异不一定完全就是 我们的方法 模型 或者假设不同造成 也有可能是它的事实 导致的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 做出区间估计 做出区间估计这块呢 考试的时候非常爱考 非常重要 一定一定要掌握 首先我们来看要求 如果认为使用区间估计是恰当的 注册会计师应当给予 可获得的证据来缩小区间估计 直至区间估计的范围 所有结果均被视为合理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必须必须要掌握考试 德州特别特别爱考 这什么意思 给大家解释一下 来看我们这张图 那我们在做会计估计的时候 有的会计估计 我们拿到了确凿的证据 我们直接可以得出点估计 也就是说 我直接能够算出来的金额 如果是200万 那么直接板上钉钉就是200万 这类是点估计 但是也有一些估计呢 没办法拿到一个确切的金额 只能有一个区间 那么这种更常见一些 这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被审单 现在有一个未决诉讼 在12月31号这个时点的时候 那么管理层估计的是多少 1000万 而我们呢 我们去找他的外部律师 做了详尽的沟通 根据律师提供的信息 他说根据我手上掌握的资料 以及我们和这个原告各类沟通 还有跟法官沟通以后 那我估计这次最可能要赔偿 900万到1200万 好 那我们根据我们外部律师 给出的各种信息 然后我们也充分考虑 各类的资料 接着我们做错的一个区间估计 就是900万到1200万 你看这个范围是什么 这就是900这就是1200啊 我们是在这个区间的 好 这个区间 你看 如果管理层 他的做的估计 是落在我们这个区间的 他是1000万对吧 如果是落在我们这个区间的 那我们认为 你是OK的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能得出这么一个区间 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好 是有依据的 而理由是很充分的 而你现在做的估计 是在我们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那OK 你的结论是可以结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900万到1200万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教材当中强调 一定是所有的结果均未合理 而不能是可能 为什么 因为可能这个范围太大了 好 那如果我们去找这个律师 律师这么跟我说 哦 这次赔偿吧 可能会赔0元到10个亿 请问你对这个结论满意吗 什么叫0元到10个亿 那到底赔多少钱呀 是赔100万 而是赔500万 1000万 还是9个亿 还是8个亿 这个范围是不是有点忒大了 对吧 这就是可能的结果 都有可能 那么凡是就有可能啊 如果你要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让我根本没有一个参考性 对吗 你说一块钱也可能啊 10个亿也可能呀 这俩是一个数量级吗 压根不是一个数量级 对吗 所以我们在做区间估计的时候 一定是保证我们区间内所有的结果 是合理的 而非可能的 万事就有可能 可能这个范围太大 根本没有参考的价值 根本没有意义 如果这个律师要这样跟你说的话 我估计你当时就蒙了 对吧 所以这里要再三强调啊 一定要保证 我们区间估计范围内所有的结果 均被视为合理 而非可能 这点考试特别爱考 接着我们来看程度 通常情况下 当区间估计的区间 以缩小至等于或低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该区间估计对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是适当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就要用到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的 关于我们的什么呢 关于我们实际执行重要性的应用场景之一 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有三个应用场景 其中一个就是来做一个合理的区间估计 那我们在做区间估计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保证这个区间估计的值 不能高于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你看我们现在估计的是900万到1200万 那中间有多少有300万的一个区间对吗 如果我们现在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多少是400万 那么这个区间是300万 是在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以下的 那这样的结果我们是可以接受了 为什么呀 因为很简单 你管理层的点估计如果落在我的范围之内 你看如果你估的是1000万 然后我们最大值是1200万 那最后判下来就判了1200万 这样你的点估计 就是管理层的点估计 和最终的事实1200万 差异是多少200万 对不对 那200万是低于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的 这个结果对我们做策会计师来说 分险没有超标 对吧 分险压根就没有超标 但是现在反之 如果我现在会计估计的范围是多少呢 你看我的一个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400万 我现在会计估计的范围弄成600万 假如我是什么 我是900万 到我们的1500万 中间的这个范围成了600万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如果它判下来的结果 那和我们管理层做错的点估计 如果一旦差异 差到了400万以上 那么意味着什么 超过了我们报表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呀 一旦超过了我们报表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那很可能就会逼近我们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这样就会影响我们使其间类型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风险有可能就不可控的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区间估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保证我们做区间估计的这个区间 缩小之什么呢 小于等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最多最多等于绝对不能大 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风险不成标 要保证它怎么错 最后我们都是可控的 最后这个错报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 接着第二 对于某些特定的行业 可能难以将区间缩小至低于某一个金额 这种情况有没有 有些特殊的行业的确有 这并不必然否定管理层对会计估计的确认 但可能意味着和会计估计相关的估计不确定性 可能会导致特别的风险 那有一些特定的行业 你很难缩小谈的金额 它的范围就是特别大 它的波动性就是特别大 那么这一类也不能说别人出错了呀 对吧 但是对这类你就要关注 它可能有特别风险 你不能按照平常的会计估计来对待它 那接着我们来看注意事项 当作策会计师运用区间估计 也就是作策会计师的区间估计 来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合理性是 是恰当是做出的区间估计 需要包括所有合理的结果 而不是可能的结果 这点我刚才一定强调过了 这点考试的时候特别特别爱考 万事皆有可能 凡事皆有可能 零元到十个亿 等于没说 对不对 你说九百万到一千二百万 这个范围我们可以接受 那零元到十个亿 到底是偏一块钱呢 还是偏十个亿呢 这相差太多太多了 对吧 一定注意啊 是合理的结果 而非所有可能的结果 那接着我们来看 缩小区间估计的方法 第一 从区间估计当中 剔除作策会计 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极端结果 首先我们把极端的剔掉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什么 这种打分的节目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这就是把极端结果都剔掉 好 第二 根据可获得的审计证据 继续缩小区间估计 直至作策会计师 认为该区间估计 对所有的结果均为 均被视为合理的 好 这就是我们再次强调 一定要合理 而非可能 第三 在极特殊的情况下 作策会计师 可能缩小区间估计 直至审计证据 指向点估计 如果有些情况 我们可以把区间估计 慢慢缩小到点估计 行不行 可以的 这是我们缩小区间估计的方法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做几道真题 通过真题呢 对我们刚才讲的 比较空洞 枯燥的知识呢 做一个理解和强化 首先看第一题 2019年的真题 下个有关 注册会计师 做错区间估计 你评价管理层点估计的 说法中错误事 我们来看点错 诶 注册会计师 做错的区间估计 可以使用和管理层 不同的假设 可以吗 这点是可以的 但是你在使用 不同的假设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了解 管理层的假设 这样你才好评价它 对吗 第二 注册会计师 做错的区间估计 需要包括所有 可能的结果 这个对吗 注意 凡是只有可能 0元到10个亿 都是可能的 哎呦 这个范围太大了 等于没说 对吧 所以这个不对 B不对 接着看C 如果注册会计师 难以将区间估计的区间 缩小至低于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可能意味着 会计估计相关的 估计不确定性 会导致特别风险 这个是对的 如果它真的很难缩小 说明它的波动幅度 真的太大 这个出现的这种错报 有可能我们无法接受的 对 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 可能缩小区间估计 直至审计证据 直向点估计 这个说法非常正确 好 这道题错的就是 我们的B 一定注意 一定要我们的区间估计 是包括所有合理的结果 而非可能的结果 那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题 2017年的整体 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 做错的区间估计的 说法中 正确的有 那我们来看 正确的是什么 A 做错会计师 做错的区间估计 需要包括所有可能的结果 哎呀 看看对吗 再次出现 对不对 你看这是19年的题 B选项 这是我们17年的A选项 看到吗 是不是有种 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感觉 所以我们做真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真题的 每个选项都吃透了 那接着 我们看我们的B 做错会计师 有可能缩小 区间估计 直至审计证据 指向点估计 这个说法没问题 哎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啥 D 看到了吗 好 接着看C 当区间估计的区间缩小至 等于或低于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时 该区间估计对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是适当的 注意区间估计一定要什么 等于或低于报表整体的重要性吗 错误 应该是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啊 如果等于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稍微有点分碎草碰 你就超标了 对吗 所以这个说法不对 D 如果使用有别于管理层的假设方法 做出区间估计 作者会计师应当充分了解 管理层的假设方法 这点是对的 您再强调 一定要充分了解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 只有我们B和D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题 这是我们的简单题 看这个考点啊 它既考客观题 又考我们的主观题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必须必须掌握 ABC会计事务所的A组策会计师 负责审计假公司 17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会计估计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如下 第一 A组策会计师就管理层确认的某项预计负债 做出了区间估计 该区间估计包括了假公司 所有可能承担的赔偿金额 注意啊 是可能 而不是合理啊 你看了 这马上要条件反射 不是合理 是可能 那管理层确认的预计不在 处于该区间内 A组策会计师据此认可了 管理层确认的金额 行吗 零元到十个亿又出来了 我们能认吗 应该是合理而非可能 对吧 所以不恰当 做出的区间估计 需要包括所有合理的结果 而不是所有可能的结果 可能的范围太大 等于没说 一定是合理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题 16年的真题 A组策会计师负责审计假公司 15年度的财务报表 确定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600万元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360万元 然后明显微小错报 零戒指30万元 资料四 假公司管理层 计提了1000万的商务减值准备 然后A组策会计师 估计减值准备 是在900到1200万之间 不如 类似于我讲过的嘛 然后据此认可了管理层的估计 那对还是不对呢 我们注意看一下 看啊 我们的区间是900万到1200万 它落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好 并且我们做的这个 区间估计是300万 那它的实际执行重要性 是360万 我们的区间估计 是小于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的 这个区间估计是合适的 并且我们 假公司管理层 计题的这个 1000万的商务减值准备 是在我们的区间范围之内的 因此这块是没问题的 好 这块是恰当的 好 同学们 我们对会计估计的 基本的应对程序讲完了 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稍微做个小结 那我们在应对会计估计 评估的重大错分险的时候 注意两块 第一个 首先要重点关注两个事项 基础对不对 方法是否恰当 是否一贯应用 接着实施四个程序 这四个程序并不说全部要做完的 它是层层低进的 如果有事实的话 我就先看事实 而如果没有实施的没办法 我只能测你的估计 那测完以后不放心的话 我测测内控 如果还不行的话 最后实在不行 只能我来估计吧 好 这是实施的程序 那接着呢 我们要和第八章分险应对 给大家稍微连接一下 你看我们第八章的分险应对 报表层的分险是总体的应对措施 对吧 那五点 然后认定层的分险是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分别 实际方案和综合性方案 实际方案呢 是以我们的实际程序为主的 而综合性方案是控制测试为主的 所以这是控制测试 这是实际程序 控制测试可做可不做的 而实际程序呢 是要做的 好 这块就是我们应对评估的 重大出口分险 那我们前面呢 也讲过识别和评估的 重大出口分险 我们识别呢 先了解 再进行识别和评估 了解的时候 三了解一符合 然后评估的时候 考虑我们的这种 估计的不确定性的 六个影响因素 还有四个十项 那最后关注这种 特别不靠谱的 会计估计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识别评估 这是我们应对 我们前后做一下串联 因为我们会计估计 这张整体特别的空洞 特别难懂 所以我们经常回顾一下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四项 实施进一步的实际程序 以应对特别分险 那么你可以把这一块 理解成什么呢 最佳的程序 关于我们特别分险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到 我们做分险评估的时候 如果这一类估计是什么呢 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会计估计 也就是特别不靠谱的 会计估计 那它很可能会导致 特别分险 所以我们就要评估 如果我们真的评估出来 它的确是特别不靠谱的 这种会计估计 的确有特别分险 这时候我们叫追加程序 因此 对我们特别分险的 这种应对的程序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追加的程序 额外做的一些程序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有四项 第一个评价事项 第二个关注不确定性 第三做区间估计 第四 有关我们确认和计量标准 我们要再次的关注一下 下面呢 我们来一一讲解 首先第一个评价事项 评价什么呢 评价它的不确定性 因为这种是什么 这种是有了特别分险 也就是雷区 它的雷区的特点 就在于它的活动性 不确定性 所以对这款我们要评价 还有呢 对它的披露的充分性 我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审计导致特别风险的 会计估计时 注册会计师 在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需要重点评价 以下两点 第一 管理层如何评估 估计不确定性 对会计估计的影响 以及这种不确定性 对财务报表当中 会计估计的确认的恰当性 可能产生影响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估计是 特别不靠谱的估计 你对这个特别不靠谱的估计 你是怎么看的 它是怎么影响 你财务报表当中的一些结果的 好 这是我们要问管理层 看看它怎么想的 如果管理层 它对这一块 已经分析的非常之全面 考虑的很周到 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 然后它说 我最后选择了一个持合宗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会计估计 那说明什么 说明它不偏不倚 说明它相对来说 比较合理 对吧 那我们可以认可 如果我们问它这一点的话 它知之乌 什么都答不上来 那你就要小心了 这类会计估计往有问题 好 接着第二个是 相关披露的充分性 这块我们也一定 一定要评价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种会计估计 它的波动性特别的大 那有一些会计估计 如果实在是难以估计的话 我们企业会计准则 都禁止你确认 你就不要在我们报表当中 确认 你直接在副组当中 披露就行了 而且一定要充分的披露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要关注 你有没有充分的披露 你别亲密要担心 一句话就过了 好 那误导我们 保镖使用者 所以我一定要看一下 你是不是披露的 非常之充分 非常之明确 符合咱们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的要求 好 那这下面呢 是百话的翻译 下来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项 估计的不确定性 对于导致特别风险的 会计估计 除实施我们 这个1231号 还有应用指南规定的 其他实行程序以外 注意还要针对 导致特别风险的 会计估计 我们硬实施以下的程序 这又相当于 我们要追加三个程序了 哪三个程序 第一 替代的假设 第二 重大的假设 第三 实用假设的意图和能力 它们之间是像这样一个关系 替代 首先看 然后看重大 然后看实用假设的意图和能力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 评价管理层能够考虑 替代性的假设和结果 以及拒绝采纳的原因 或者在管理层 没有考虑 替代性的假设 或结果的情况下 评价管理层 估计的不确定性 假如说 我们是有多种假设的 你为什么只选择 其中一种 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对其他的是怎么考虑的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底层逻辑 我们为什么要问替代性的假设 假如说 针对这个会计估计 一共有五种假设 那你为什么选择了其中一种 你对其他几种怎么考虑的 如果对方答不上来 或者答的理由 非常不合理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有问题 而其实大家想想 我为什么要问你 其他的假设怎么考虑的 实际上 我的最终的意图是 看你管理层存不存在偏向的问题 因为这是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 也就是特别不靠谱的会计估计 很容易被管理层拿来操线 拿来粉饰爆表 所以我要问问 你对其他的几个假设 怎么考虑的呀 你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像是咱们 在那个第四章 我们审计抽样的时候 我们有三种 推断总体错报的方法 用我们传统变量抽样 有均值法 有差额法 有比率法 我记得我当时 讲了一道2011年的真题 三种方法 最后推断出来的 错报的金额都不一样 其中有一种 推断出来的错报金额特别的大 有一种比较小 那你看 有三种情况 你为什么只选择到最小的呢 对不对 我们这样问 其实浅含的意思就是 我看你有没有偏向问题 你是不是在试图 用这种方法 来操纵你的 管理层的报表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 替代性的假设 那第二 评价管理层使用的重大假设 是否合理 好 什么叫重大假设 所谓的重大假设 都是比较关键性的假设 这种重大的假设 一变结果会全变 所以一定一定要评价 那么对重大假设 我关注的是 你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你为什么使用这重大假设 你的重大假设 这个值稍微一变 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对于这样的关键环节 我必须要把握 那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还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案例 假公司截止18年末 上市公司的商与 供给128.19亿元 散总资产的36% 净资产的150% 然后未及提任何的减制准备 然后该公司对商与 采用的是收益法 还有市场法的加权评计 作为我们企业的整体价值 这是做的企业价值评估 那么在做企业价值评估的时候 咱们学财管都知道 那么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收入增长率 还有永续增长率 还有一个折现率 大家说这三个参数当中 也就是这三个假设当中 哪一个假设是最关键 最核心的 同学们说哪个 有财管支持的同学都知道 应该是第一个 因为像我们永续增长率 一般是零到百分四 对吧 然后折现率 这一般都是我们市场通用的 大家都差不多的 那么唯一企业最大的区别的 就是这个收入增长率 而这个收入增长率 对我们最后的企业价值 评估的总体的值 影响是相当大的 哪怕你就增加一个百分点 那最后的结果就相差很大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对这样的重大假设 关键性的假设 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 我看看你这个收入增长率 你这个值合理还是不合理 对吧 我们下面就说 这个关键参数 就是我们的预期收入增长率 它是百分之三点七到八点一 而根据假公司的经营情况 17年18年 营业收入分别是 173.43亿 171.75亿 那很明显 你的营业收入是负增长是下滑的 你凭什么说 你的收入增长率还能达到百分之三点七 你明明是下滑了 0.97亿啊 你明明应该是这样的 你却把它搞成向上的 而且向上的值还这么大 对不对 所以对这块 你看 它这个关键性的假设 对后面的结果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重大的假设 那同时 巴菲特也说过这么一句话 增长一直是在计算价值当中 一个因子 这个变量的重要性 可以从忽略不计到非常巨大 那是什么意思呢 增长对于一个回报率 接近资本成本的生涯而言 影响甚微 如果它的回报率和我们的这个资本成本的值 是差不多的 那么它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是如果对这种高回报业务的价值 它是一个巨大的放大器 它就成为一个指数型的这种增长 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边稍微增加个百分之一 那边的值就会飘升 所以对这样的重大假设 你就一定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一定要评价 好 关于我们重大假设 关注的就是你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你稍微动一下 可能结果就差很远 接着第三 当管理层实施的特定措施 意图和能力 与其使用的重大假设的合理性 或对适用的财务保护编制基础 恰当应用相关式 要评价这些意图和能力 我看看你的罪问这一到底在哪啊 是不在酒吗 对吧 其实这还是在关注什么 你偏不偏的问题 你有没有偏向 你有没有用这种 本身就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波动空间的 这种会计估计来操纵利润呢 对吧 那其实我们对会计估计这个审计 咱们从最开始做这个审计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就应该有一根弦 这就是我们在做会计估计的时候 不要被一些细节 被一些现象所举办 而是首先要从俯视角度 首先要抓一些关键点 那会计估计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关键偏向 嘿嘿嘿 就是用这种本身就一定操作空间的 我来操作你的利润 你还哪有没办法 对吧 因为这本身就是这种 本身的结果就有多种可能性啊 你凭什么说我错呀 你要说我错 你还得拿出很充分的依据来 对不对 所以管理层很容易用这种方法来操作利润 因此我们对这种特别不靠谱的波动性特别大的会计估计 我们一定要评价它的意图和能力 好 这是我们应当实施的程序 下面呢 我们来看真体 2016年的真体 A宿舍会计师负责审计甲公司 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底稿中 与会计估计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 栽略如下 第二 假公司管理层实施固定资产检测试 采用的重大假设具有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 导致特别风险 哦 看到导致特别风险就要注意了 我们要评价重大假设 要评价替代假设 如果重大假设相关的话 我们还要评价它的意图和能力 对不对 那A宿舍会计师评价了管理层 采用的计量方法 测试了基础的数据 并将重大假设和相关历史数据 做了比较 对发现重大的差异 据此认为管理层的减词 测试结果合理吗 来我们仔细看一下 首先 这块它是有特别风险的 有特别风险意味着 我们在做常规的 分析应对的程序 基础之上一定要追加程序 那你看 它评价了它的计量方法 这属于常规的 然后测试了基础数据 这是常规的 然后加重大的假设和历史的数据 做了比较 这是啥 这是追加的 但是我们追加的 这里面有三个呀 对吧 第一个替代假设 第二重大假设 但是第三个 第三个的意图和能力 前面有前一条件 当管理层实施的 特定措施的意图和能力 与其使用的重大假设的合理性 或对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的恰当性 应用相关时 评价这些意图和能力 那么意味着 你要满足相应的条件 你就要评价它的意图和能力 对吧 那从这里面看到 这三个程序当中 第一和第二是一定要做的 考试的时候 你考到这两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了吗 它只评价了一个重大假设 替代假设呢 那如果有多个结果 你为什么不选用多个假设 那为什么不选用其他的假设呢 你为什么对这一个假设 情有独钟呢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你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这块注意不恰当 那对存在特别风险的会计估计 未评价管理层 如何考虑替代性的假设 未评价管理层 在做数会计估计时 如何处理估计的不确定性 所谓这种替代假设 也是会导致我们的 估计不确定性 对吧 因为我这个假设一变 它就会出现多个结果吗 这不就是估计的不确定性吗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 那我们从这里再次强化一下 我们对特别风险 注意一定要评价前面两点 第三点不一定 为啥 你看第三点画的都不一样 第三点它是有前条件的 在考试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第一替代假设的问题 替代假设 关键是看你偏不偏 有多种假设 你为什么只选了这一种 你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意图 对不对 你是不是存在偏向 第二个重大假设 看你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不能说准确 因为我们必须是会计估计嘛 我看你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问题 好 这是我们这个点 好 那这节课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